辣子鸡丁是一款受欢迎的中国家常菜肴 口感鲜美 辣中带甜 是一道独特的下饭菜 本文将介绍如何制作美味的辣子鸡丁 包括所需材料 步骤和注意事项 一 首先 我们需要准备以下材料和工具 鸡丁60克 葱段5克 干辣椒2克 姜2克 蒜3半 料酒1毫升 姜粉2克 盐3克 淀粉3克 油50毫升 花椒1克 生抽3毫升 糖1克 白芝麻1克 2 接下来 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将葱5克切成段 将2G切成片 蒜3半切成片 在鸡肉中倒入料酒1毫升 姜粉2克 盐2克 淀粉3克 起锅 在锅中倒入50毫升油 用中小火炸鸡丁 炸至金黄酥脆 盛出来控油备用 另起锅 倒入干辣椒2克 花椒1克 倒入葱段 姜片 蒜片 倒入鸡丁 生抽3毫升 盐1克 糖1克 撒上白芝麻1克 大火收汁 出锅即可 3 制作辣子鸡丁时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炸鸡丁时 一定要用中小火炸至金黄酥脆 这样可以保证鸡丁口感香脆 干辣椒和花椒的量 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适量调整 如果喜欢辣的 可以加多一些辣椒和花椒 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加入其他调料 如胡椒粉 五香粉等 大火收汁时 要密切关注锅中情况 避免汁液收得过干或过稀 辣子鸡丁是一道非常受欢迎的中国家常菜肴 口感鲜美 辣中带甜 是一道独特的下饭菜 通过简单的材料和步骤 您可以在家轻松制作出美味的辣子鸡丁 现在就开始尝试吧